据台湾媒体报道 杨子晴因先后介入男性李威 以及陶哲的爱情世界 近日备受关注 今天他再度发文 写下 只要心够狠 就没有什么事让你来手 陶哲近来被爆 婚后与杨子晴出轨 更有大尺度短信截图 在网上流传 经过事后 他发表声明 表示曾与杨子晴交往 借老婆一切之情 但婚后相遇一事 仍未解释清楚 然而 杨子晴主动向媒体爆料 还放出一次是陶哲的录音 让这场陶色纠纷 震惊于了圈 此前 杨子晴 李威 姚迪 卷入感情纠纷 因为李威澄清 与其没有关系 却大方承认追求姚迪 让杨子晴被遗 借南方炒作 如今又与陶哲牵扯不清 遭受网友质疑 随后 杨子晴发明表示 只要你心够狠 这世界上 就没有什么事 会让你伤心难受 也不会在乎 别人的眼光而活着 但盖文仍遭到炮轰 还有网友担心 不知道 还有没有其他男性 跟他沾上边